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天来了 东风不冷不热 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 小兔 小鹿 小狐狸 还有小猴子四位好朋友 相约一起去放风筝 但是到了那天 小猴子发现自己的风筝坏了 只能先去风筝店买一个新的 风筝店只有一种蝴蝶风筝 金锦花色有些区别 小猴子说 我要数量最多的那一种 大象叔叔好奇地问 别人都是想买数量最少的那种 你为什么要买最多的呢 小猴子说 我不想和别人一样 数量越多 顺便卖出去的越少 大象叔叔哈哈大笑 说 那可不一定哦 不过 随你心意 你能找出哪种最多吗 那太简单了 小猴子说完 认真地观察起来 我找到了 小猴子说 就是那个翅膀上有云彩 还有五只眼睛的最多 对吗 大象叔叔说 没错 就是这种最多呀 那我就给你娶一个 买了风筝以后 小猴子急忙赶往放风筝的地点 但是 大家也都没有再放风筝 而是一起交集地站在一棵树下 手里 手里抓着风筝线 仰头朝树上看 原来 刚才吹来一阵狂风 把他们的风筝都吹到树上去了 大家一看 小猴子终于来了 都说 哎呀 你可来了 我们几个只有你会爬树 快帮我们把风筝拿下来吧 小猴子爬上树一看 发现他们的风筝全都一模一样 而且 而且风筝线也搅在一起了 它必须顺腾摸瓜 一个一个对应地取下来 于是 小猴子先给三个风筝 编为一 那快去试了 那快去试了 不要再给了 这就是这好 有点意思 我心想意 我心想意 你 我心想意 我心想意 我要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问题二 一一对应地解开风筝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